我还打到我们一个客户 因为他们就是整个亚洲七个国家 在那个产业原来是第二名 现在就变成全球的第一名 他跟他们打电话 我觉得这有成就感的 他是才进去一连半 然后最近升迁到一个工作 必须要去做整个七个国家 采买我们这个系统 他说我们这公司 每个人一天到晚都在谈PDP 那他是才进 才负责这一块 他自己的图缘还不晓得 然后就跟我分享 那我就广爱就跟他会连接上 然后另外像9月份 我的一个客户 第一位算是我的贵人 他们那时候是在这个产业第二名 他刚到台湾负责台湾的头 然后他就希望他的公司 能够流动力降低多少 好那我就问他 啊降低这么多流动力 对你们公司有什么好处啊 他说会把我们公司省掉 6000万的台币一连 哇那我就说好 那我我相信 那时候因为我已经做了快10年了 因为我前面做了 我辅导过TGI Friday 他们是全球餐饮业的第一名 好然后另外我辅导过Philippo 然后有辅导过City Bank 华旗银行 那时候我也辅导过 Junson 那我就跟他说 嗯你要达到这个目的 我们要写一个双赢承诺 就是你一定要完全的投入支持 好那你也要参与这个学习 那我每次伴你们上课 不管是伴你们高阶管理职上课 或中阶管理职下上课 或者基层管理 因为他们的中阶跟基层 都是讲国语的 那他是英文人 他不可能参与 他们高阶的 就是英国人比较多 当然也有老中 那我说我 我会回来 跟你做私人的教练 那会跟你讲 以你做总裁而言 你要你要怎么样去做 才能帮助 支持所有人资部门 所以和各部门的主管 达成这个目的 你对整个公司的核心优势 和现在的落差在哪里 怎么去强化 他对你的帮助很大 我刚刚谈到这个 虽然这个 台湾的总裁1999年 他跟我的信任度 那我也帮他们公司达到 他所要的目标 流动率降低多少 然后帮他们在一年内 也完成了目标 省下6000万台币 然后他也给我的书面的见证 他说我要达成的 他就会给我书面见证 那我平常就是后来他虽然离开 他也到香港 然后后来到了新加坡 到了菲律宾 所以我跟我的先生 帮他们七个国家的总裁 还有人资总监 通通上了课 所以他们七个国家都有用 那三年前他虽然退休了 为了他的女儿 因为女儿在菲律宾 他不方便 所以退休了 然后他现在是菲律宾 总裁的顾问 然后今年9月底到台湾 我们就我们因为去年底 我们也去那边 我跟我老公在圣诞节前去那边上了课 他又来 那所以我非常高兴 就是说我跟我的 像这个每一个客户 不仅帮他达成他的绩效 而跟他变成 都变成终身的好朋友 还有他的家人 他的家庭 家人的角色 我们都会去用PDP的工具 来帮助他了解 现阶段他在事业上 还有在健康上 或者在家庭上 他哪些要注意的 然后我们不管在天涯海角 都有机会都还能见面 这个对我来说 大概晚上睡觉最高兴 最满足就是这一块